记者刘怡婷,综合报道妇产科医师詹景泉进来上节目分享,过去看诊时,不遇到一名年月28岁的妇女,对方已经结婚二,三年前没有避孕,却一直都没有怀孕,只好上门求诊,医师进行一连串检查后,最后惊觉妇女子宫内竟有一块骨头卡住,疑问之下才知道,原来是对方多年前欢愉后,进行流产手术留下来的残骸。 妇产科医师詹景泉上妈妈好神分享案例,图,翻设自YouTube,妈妈好神在节目妈妈好神13日播出内容中,詹景泉分享妇女求诊不孕症的案例,在进行超音波检查时,詹医师随即察觉异状,妮子宫里面好像怪怪的,请先生回避后,他继续问,你是不是以前有装避孕器,忘了拿出来,不然怎么里面有一块亮亮的东西,跟避孕器很像, 女病患则无奈回,医生,我来看不孕症,我怎么会装避孕器呢,请继续往下阅读,医师发现女病患子宫内有跟避孕器很像的发亮物,图,翻设自YouTube,妈妈好神后来,詹医师帮病患安排子宫枪镜检查,肉内视镜从私密处身进去子宫里面去看,结果发现,子宫必有补出来一个东西, 再把它稍微拨一拨以后,看到一个白白灰灰的东西在那里,所以我们就把那块加出来,后来将其清洗并送去化验后,病理科报告出炉,是一个骨头,新子宫枪镜检查后才发现,女病患子宫内有骨头卡住,才会导致无法怀孕,图,翻设自YouTube,妈妈好神因此,詹医师在问病人, 你是不是以前做过人工流产手术,女病患这时便承认有,因为年轻的时候大概16,17岁,两小无猜的情况之下,后来大概已经4个多月了,才去做流产手术,詹医师透露,一般这么大会建议用银铲,把它引出来会比较完整,但该名女患者可能是选择加娃娃加碎的方式流产,那这加的结果可能就有一些组织没有拿干净, 女病患承认年轻时曾进行流产手术,示意图,取自免费图库皮克巴尔女病患平时偶尔会肚子痛,有分秘物,医师也表示与骨头一直卡在子宫内有关,好像一个避孕器这样,所以她也一直不会怀孕,所幸,在清干净并且治疗一段时间之后,对方后来就顺利怀孕了,莱斯布洛克阿兹,会